來, 麻煩你 小弟, 你的臉上好像很慘 是嗎?可能有點風寒 我回到他家裡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不是了, 我叫阿昌請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 岑先生 行了, 阿昌, 請小弟去看醫生 好 岑先生, 這樣不合規矩 行了, 你不用送我進去 麻煩你了, 章哥 Frankie? 是我洗開章, 我送你回去 我不用你載我 你再不停車玩我跳車 先走了, 好 但你走之前, 我想給你看看東西 是嗎? 你的東西我沒興趣 浪費你幾分鐘 你又不是我 電腦遊戲裡面 怎麼會應走鎖喉和擲下手 我帶來了 我花了兩晚通宵才能弄到, 別介意要操作 你別再花心思 我走 四兩… 你還好 我以前怎麼說, 她就有一個開心的日子 難道你能放下嗎? 可以補救的事我已經盡量做了 但Rachel也能原諒我 為什麼你不可以原諒我? 因為Rachel, 因為Rachel沒見過你真面目 在Kenneth家裡 我親眼看到你怎樣要脅Hugo 你那副真靈的臉紅 真的很令人心寒, 很令人吐心 不可能原諒你 你不能原諒我 還是你根本愛我不夠深? 對 或者你說得對 既然如此, 我們兩個無會在一起 你吃點東西 我都不錯 四娘, 你回來了? 快點回去幫忙 快點 Rachel在那裡? 是呀 我不是聽岑先生說你今晚陪他吃飯嗎? 是呀 不過剛才和阿達看房間 忘記了, 待會就回去 Saila, 剛才Rachel陪我看了幾個單位 但我覺得每個單位都有你家戶碟 不如你也幫幫忙吧 是呀 不要了, 我也不懂事 你隨便住得舒服就行了 四娘怎麼可以隨便? 說明公司出錢 當然要選最高級、最棒的, 對吧? 大蝦哥, 畢竟我們家都關注了你一段日子 現在你有好房子住 不知道可否讓小弟住一兩晚 就吸收貴氣呢? 沒問題, 住多久都可以 那我不客氣了 你怎麼不客氣? 這裡可以選擇的, 全都是半山 寶基就在九龍 是否打算替別人不上班? 不是呀 小弟子姨, 阿基稍後跟幾個朋友 回心中開店舖又不做 你去了那裡, 誰就幫我開店舖? 是否上個店舖收拾 飛叔, 你不是要聘請人嗎? 是呀 不如你請我來 好 四娘, 你打算辭職嗎? 是呀, 你在那裡做得不開心嗎? 不是, 不過你知道 做保鏢其實很悶的 在公司不是看報紙就打電話 其實這份工作不太適合我 四娘, 你浪費不浪費? 你說比起我, 我真是反應 公司每個人都對你這麼好 你是捨得他們的嗎? 我也是這份工作不適合我 你猜你嗎? 你只是說在公司大有前途 不在公司當保鏢, 沒意思嗎? 四娘, 你跟爸爸說了什麼? 還沒, 我打算找到一份新工 解決到生活上的問題才說 對了, 飛叔, 如果你願意請我 我明天就辭職了 坦白說, 你又勤勵 大學裡面打得這麼好 如果你真的肯幫我, 真是求之不得 那你願意請我了 當然了 你真是決心離開兆康嗎? 我剛才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你是因為三公子, 所以才請辭 你們一個天下人都瞞不過就 假裝你厲害了, 什麼都被你猜中了 我只是不想跟他糾纏下去的意思 所以你就選擇逃避 我更不想跟岑先生說出真相 我也知道你了, 現在心裡一定在嘲笑我 當初你和Frankie有問題, 我不相信你 那現在就自討苦吃吧 你還是這樣想朕, 你太不了解朕了 我怎麼不了解你?你就是九皇帝 朕和你都是來自二百多年前的清朝 如此淵源, 朕怎麼會不關心你呢 其實我四娘份人很簡單 小姐哥就習武 一心想學成之後 就殺這個九皇帝, 服我大名 所以在我世界裡, 就只有黑和白 但我沒想到在岑家裡 大家明明是一家人 偏偏就你貌我算 現在時而世易 現在, 現今的權力鬥爭 比起當日的家仇國恨來得更複雜 既來之, 則我一知 你怎麼和我呢? 你有Rachel這個紅顏知己 就算你有什麼煩惱 大家都互相扶持 但是…而我呢? 這隻蚊子非常龐大, 幸好捉到 是嗎? 是 蚊子都肚餓了, 出來找吃 你也應該肚餓了, 快去煮夜宵 又我煮? 四娘, 今晚沒心情 要吃你自己煮吧 怎麼回家想辭職? 很感謝岑山你一直照顧四娘 不過我覺得做保鏢的工作太清閑了 我好像白豆公司薪金一樣 基本上做保鏢就是養兵千日 用作一招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所以你這個理由很難接受 不是, 你有所不知的, 岑先生 我們練武之人不能夠四肢不勤 坦白說, 我平時在等你的時候 不是忍不住睡眠, 就在那裡看報紙 晚上回到家又眼光亮 好像過了很頹廢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批准我辭職 如果你堅持, 我也不會勉強你的 不過我的南牆希望你能夠繼續留下 岑姐, 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不要了, 岑先生你還是要找別人 這麼巧? 是呀 不撿也不知道, 原來朕不經不覺 經有這麼多生案 對呀, 你明天都搬了 那些東西都收拾了沒有? 當然還沒有, 不說你也不相信 原來真正令朕煩的事並非國事 只是一次半屋 不是你以為這些工夫真的很容易做 就知道了 怎麼這麼收拾東西呢? 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得收拾東西 一收拾不行, 把東西都丟掉 你知道這樣很折磨嗎? 這是最好的方法 與其為一件生意煩惱 倒不如全部丟掉它買過, 你說對嗎? 那倒是呀 你當皇帝被人服侍慣 以前有一千上萬的工女太監服侍 當然是不懂得收拾東西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收拾吧 不然我幫你, 你明天也搞不定 是呀, 不虧 一個男人有這麼多東西 可雙言之, 你多麼知情 我幫你收拾吧 如果當初不是因為你這派黃眷的話 我想我也不會經歷那麼多事 你幹什麼? 沒有, 拍打吧, 太多塵了 於是我鼻子又是敏感 你走開一旁吧 你手指腳, 誰會做的?拿來吧 弄飯了, 不如這樣吧 我進去廚房煮夜燒 你繼續在這裡收拾吧, 好嗎? 隨便你 你女四娘也對朕產生傾慕之意 胡說八道 這個古書不知道是什麼人寫的 亂過在這裡篡改名詩 不是呀, 篡改得不錯 朕這麼英明神武蘭妹一天 你真的會喜歡了朕的 我會喜歡你 我時刻都想把你千刀萬斬去 你不知道 愛與恨就只是差事而已 若然有一天你真的喜歡了朕 豈不是, 你就自打嘴巴 我會心痛 好 可以吃 果然整整齊齊 不過我那陣當天曾經想過 帶你回宮做宮女 你這個九皇帝, 成了我氣嗎? 別再九皇帝前九皇帝後稱呼我了 也算是最後一天 況且你那陣子也竟然不再氣 人家平時叫習慣了 一時改不出口罷了 對了, 這是什麼? 餃子來吧, 怎麼樣? 我以為你煮糊子而已 蓉蓉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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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三嫌四, 你試想一下 普天之下有多少個女子 能夠吃一陣親手煮的東西 你就第一個了, 志豪媽 我才不稀罕, 這些東西… 我也對, 吃完這個餃子 又我又愛做麵 又你煮你的半山 大家以後互不相干 就不真的令你討厭嗎? 何止討厭, 甚至是黑人憎恨 當初我不殺你 已經對你仁智義盡了 但是你走了之後 如果打算回來找飛叔的話 麻煩你預先通知聲 等我四娘回避一下 免得我再見到你再動殺機 是呀, 是呀, 吃完這碗餃子之後 各不相干 不過, 雄年李泰招有時解決你的話 儘管找我這個狗皇帝 你對我無情, 但是我對你依然有疑 是呀, 別看過你, 雖然你別看過你 你沒事吧? 我哪有事? 不過你的雲吞… 不, 你的水餃加辣椒油多 那裡有眼淚 我真的… 那要不要… 死了 你都流了眼淚, 還撐下去? 這樣就不借肩膀給你捱一下 來吧 來 來吧 來吧